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又是我,哈士奇 今天我要讲一个古老的传说 讲什么? 肯定又是骗小孩的玩意儿 嘿,小猫 这故事你肯定没有听过 什么乱七八糟的 是关于伊登的起源 那个家伙,难道还有什么来头吗? 来头可大了我跟你说 你只信听我讲 哼 伊登的起源 宇宙书史 混沌中诞生一颗青苹果 青苹果千年不朽,万年不坏 随着时间推演 逐渐又有了天空和大地 更有了海洋 渐渐的,万物有了邻居 而金苹果诞生的物灵更是不死不灭 众生称之为 伊登 此是初始伊登的起源 而众生隐隐以初始伊登为尊 渐渐形成一股信仰教派 浓厚的信仰之力 孕育出一个化身 其中更蕴含了初始伊登的意念 此是第一代教主 第一代教主是一位少女 秋收的麦芒与金苹果形成淡金色的长法 众生理想的具象化 形成了娇小的身躯 百少的祈愿成为了毛茸茸的兔儿 为数不多的自然灵 这成为了两颗玲珑小牙 随着岁月迁移 身上汇聚信仰之力 第一代教主决心游历四方 在留下一具化身后即将离开 化身与生灵一般无二 相貌与第一代教主神似 却少了两颗玲珑小牙 将自然灵的祈愿汇聚成了法式 随后留下一句话便飘然离开 泡面好吃我要去吃泡面哦 拜拜 而留下的便是第二代教主 第二代教主经过更多的信仰之力洗领 容貌也愈发成熟 信徒也越来越多 有一天他郑重其事地降下神域 不吃了啦 吃泡面会会黄标 等等你说的是真的吗 喷你的啦 愚蓝节快乐 老狗 你找死 导演导演 快进片尾 咯 下次再找你算着 哼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